仔细看 在我的手心手背都没有任何的机关 这个螺丝也是一颗普通的螺丝 可以看到吗 确定螺丝上面没有任何的机关 那么接下来我要用意念去控制它转出来 仔细看 我只要隔着空气拧这颗螺丝 这个螺丝竟然慢慢的动起来了 看到没有 也可以让它停 它就停了 好 继续用意念去拧动这个楼母 或者说再让它停 螺丝就非常听话的停下来了 好 这次咱们把它竖起来 仔细看 这颗螺丝一样会转动起来 看到没有 停 好 我再换一个位置 拿着 很多人以为螺丝的身上有什么机关 我换了不同的位置 证明它没有机关 还差最后一点点 好 出来 OK 螺丝完全的拧出来了 咱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颗螺丝没有任何的机关 看到吗 非常稀朽的一颗螺丝 再看一下这颗螺丝 也是没有任何的机关 没有按钮 也没有开关 看得到吗 好 接下来点个赞 马上给大家解密一下 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在我的桌垫底下 有一个小秘密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磁铁 一颗强力磁铁 好 这个螺丝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看起来是一颗非常普通的螺丝 其实里面是有机关的 怎么靠近 看到没有 靠近磁铁 螺丝就会转动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螺丝的内部 有一个小机关 咱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在这个螺丝里面 有一个小电池 打不开 用力 因为这个可以给别人检查 检查不出来的 看到没有 这个小电池 它是一个电源 里面呢 有一个电动机 在中间的位置 一个振动的机器 螺丝振动起来 这个螺母 它就会自己旋转 这是一个机械的原理